want这个词你会不会用 我觉得你应该觉得 嗯我会 我觉得你应该觉得 什么中文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 英文一起读 那want这个词很简单 你会觉得 有什么好不会的 可是说真的 我自己觉得 我们国中教了英文 只有教一半 那很多人就学到那一半之后 也就没有再去深究 它其实真正可以的延伸的用法了 所以 虽然说 这个也算是我的复习 因为这个东西我肯定讲过 只是因为很多人都不见得很会用 所以我们就把它好好的再讲一次 好所以强调一下 want的完整用法 国中是只教你一半的 不能只学一半 要是你想英文好的话 来吧 第一个故事呢 还没有到 我们就先看下来 那特别呢 我把这第一个一整句都highlight起来 因为我觉得写的真的太精准 精简的不是精准 来 那先把它读完好了 我觉得先读完是没问题的 来 thought I found blood in the toilet bowl and fear the worst 第一句结束 spend next morning and getting my arse probed by a sausage-fingered GP found out later that the wife had put pink-colored disinfectant blocks in the cistern arshole still not recovered 刚刚荧幕有点卡卡的 来 那他的写法 我很喜欢 很欣赏 因为他都把那个 主词给 故意省略掉 所以读起来就有 比较好的一个韵律感 那当然正式写作 不建议大家这么用 所以他其实每一句都几乎可以补那个爱进去 为什么这样子处理 我觉得也是很有道理的 你每一句都是我 我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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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起来很烦 对不对 所以他这样省略 读起来故事的节奏 明朗 明朗很多 I thought I found blood in the toilet bowl and fear the worst 第一句 为什么说它很简简 我以为我在马桶的那个 就是马桶的桶 这个toilet bowl 找到了血 我以为我在马桶里看到血 那我呢 就害怕 最糟的 或者我的害怕 所以我害怕着最糟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最糟可能性就是the worst what's the worst 我要大肠癌 对不对 或之类的 对不对 所以怎么会在马桶里有血 他就以为他可能有一个 他就往最糟的方向向了 OK 所以害怕着最糟的可能性 所以动词就feared 前面的动词则是found 也有thought so I thought that I found blood in the toilet bowl and I feared the worst 所以把I全部丢掉之后 精简很多 thought I found blood in the toilet bowl and fear the worst 好 I spent 一样握上掉 花了隔一天的早上 干嘛呢 跑去看了家庭医生 为什么 检查嘛 检查是不是你的 怎么样了嘛 对不对 so I spent the next morning getting my arse probed 那他英式的屁股的写法 就是ARSE 那美式就是ASS 所以他接下来一个早上 就是让他的屁股呢 被干嘛 被医生好好的探了一探 所以探这个字用的叫做probe 是很正确的一个字 so spend the next morning getting my arse probed by what 被一个 好 这边 我一定要挑剔的话 他这里加一个hyphen会比较好 OK 但不管 总之呢 他是被他的GP GP是什么 excuse me GP是什么 GP是家庭医生 在北美的家庭医生叫Family doctor 就真的是中文翻译家庭医生 那在英国的我知道 他们叫他GP 那这个GP stand for what呢 General 一般的 Practitioner 所以这英国的家庭医生叫做General Practitioner 帮你处理一些很一般的事情 感冒啦 便秘啦 什么的 小咳嗽啊 什么 General Practitioner 打打疫苗啦 这些的 所以他接下来一个早上 就是让这个医生呢 叹 可是偏偏的 这个医生呢 手指很粗 所以他来强调 他这边用了一个sausage fingered 那finger就是加ed 我们有讲过复合形容词 只要是牵扯到身体上的 不管是有形的无形的 我们都把它变成被动的一个语态 所以这个finger加ed是正确的 那前面加个sausage干什么 就是像香肠般粗的手指头 OK 所以这边大家可以理解 所以我才说 为什么刚刚应该加个hyphen 因为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复合形容词 OK 好 所以他就让他的屁股 被一个香肠般粗的 手指的家庭医师捅了一捅 get him an arse probed by a sausage fingered general practitioner 然后后来才发现到 原来是他老婆 在马桶的那一个蓄水池里面 所以这里有个词叫cistern 尤其是抽水马桶的水箱 也是蓄水池 蓄水池没有错 所以他的英文名字就是cistern OK 所以他发现了 i found out later that the wife well his wife had put 所以他老婆更早以前就放了 粉红色的杀菌的那种 马桶出菌的东西 所以他这里用过去完成是很正确 因为这一期就是在 他发现血之前 对不对 所以我们强调 过去完成是 也就是比过去是还早的时间点 so I found out later that the wife had put pink colored disfactant blocks 所以pink colored 就粉红色的 那这个disfactant就是除菌的 infect这个字就是感染 那前面加个this就是不感染 所以就是除菌的东西 那这个block就一块块的 所以他可能就那种红色的 粉红色的那种 杀菌砖之类的 那你知道没冲一次水 他可能就冲一些红色的出来这样子 那他的屁眼到现在还没有恢复 OK 被那个susage fingered general practitioner 痛过之后 所以arshole still not recovered 所以这个 没有用到完成时 但无所谓啦 所以这篇写的很精简 的一篇 再读一次好了 thought I found blood in the toilet bowl and fear the worst spent next morning getting my arse probed by a sausage fingered general practitioner found out later that the wife had put pink color disinfectant blocks in the cistern also still not recovered 搞定 OK 来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那一个 我们说好的 这个want的这一个 完整的用法 来 先读一次 my best mate is a joiner in my house I have a really creaky stare which he keeps promising to fix I don't want it fixed and never pursue it it's my wanking stare my ten second early warning system if my partner comes down stairs and I am mid wank 很可爱的一个故事 来 再看一次 所以他最好的朋友 是一个 joiner 说真的 这个字有靠到我 我不知道什么叫 joiner 找了一下才知道 他好像被翻译成是戏木工人 什么意思 读一下他的英文 definition so a joiner is a woodworker whose work involves making things by joining pieces of wood 所以他是一个做木头的没错 可是他们不叫他carpenter carpenter就是踩木头去做一个什么 I don't know 橱柜之类的 carpenter 木工 可是他们是把一小块小的木头 来把它粘在一起 那做成一个什么什么木头的东西 所以这个woodworker 他的工作是involve making things 所以他做出一些东西来buy 藉由什么呢 joining pieces of wood 所以总之这一翻译成是做戏木头的 戏木工的 ok啦 来 那说不定大家是知道的 我还真不知道这么一个行业 so my best mate is a joiner in my house I have a really creaky stair 所以在他家里他有一个 会发出creaky的声音的一个 stair 所以他楼梯有时候会有那种嘎吱嘎吱的声音 所以很多的外国的牢房子都会有 说真的我所住过的房子 家家简简也都有 那这个据了解 只要你找joininger来的话 似乎都是可以修理的就是了 so in my house I have a really creaky stair 所以你就知道creaky这个字就是一个声装词 大概是 所以他会发出creak这个声音 creaky creaky这样子 那他呢 这个他的好朋友就承诺 我来帮你修 我来帮你修 so which he keeps promising to fix so he keeps promising to fix the creaky stair 所以这个creak 这个witch就是关带的creaky stair 那fix后面的售词也就是这个witch 我们稍微讲一下关带 好这ok 下一个他就说了我根本不想要他把它修好 I don't want it fixed 我这边把这个don't want it fixed 都把它bole了起来 而且fix是我尤其加了一个把它变红色 所以我们现在就得先把它讲清楚 我不想要他被修好 为什么这里加了这个 so之后加的是一个被动的形容词 而不是什么呢 而不是我们国中熟悉的 如果你对国中英文有任何影响的话 want to me加的受词 一般来说加的是不定词 ok 例如我们举个例子 我不要你走 我跟你是男女朋友 我不要你走 I don't want you to go 这是大家熟悉的英文 对不对 I don't want to go也可以 假如我没有受词 我不想走 我不想跟你出去玩之类的 I don't want to go 所以want后面往往加的是什么 往往加的就是不定词 ok 要不要加受词或许随便你 但加受词总之后面就是一个受词补语的概念 那这个受词补语 原则上 我们是可以加单纯的形容词 我们也可以加不定词 也可以加pp 也可以加ing 其实都可以 只是我们最常看到的 就是不定词而已 所以你看我这里红色的部分 这里是国中只会教这个 至少在我当年读国中的时候 只有教这个 我不知道现在国中老师 有没有把这个东西教得开一点点 但我怀疑是没有 在我好几年前有看到国中教材的时候 还是只有教这个 所以我甚至一半都不到了这样说 那我马上来举一些例句出来 马上举一些例句出来 你说 你说可以加单纯的形容词 这是我不熟悉的英文 例如好了 我要你快乐 我对我的孩子说 我要你快乐 I want you happy 这样可以吗 连我都觉得这有点小怪 我可能会说 I want you to be happy 所以可能我们比较熟悉的是 至少还是有个不定词在里面 I want you to be happy 那到底能不能 I want you happy 我会说严格的文法可以 只是实际使用上比较少 但我换一个比较常见 而且绝大部分人会觉得看起来比较舒服的 就是我们在讲说 例如说那种西部牛仔片好了 所以有个老大 别讲西部牛仔黑帮片好了 一个老大跟他小弟说 现在有一个人 他昨天得罪了我 所以跟我的一帮小弟说 我要你们去把他宰了 这样子 我要他死了 所以I want him dead 好你拿这一句句 你拿这一句句给很多人看 他们都会觉得这句OK 我很常在电影里听得到 我在影集里看得到 I want him dead 那能不能说 I want him to be dead OK啦没问题 你把不定词补进去还是可以的 OK 好所以这个是国中熟悉的英文 后面叫不定词 那我现在告诉你 把不定词丢掉 如果只加一个形容词 其实也是OK的 例如这一句 I want him dead 也是可以的 甚至你会再听到另外一个 就是 一样我们讲到黑帮好了 所以跟我的一帮小弟说 来去把那个人给我带回来 死的活的我都要 所以可能就换一个说法 I want him dead or alive 你看可以加一个or 所以死的活的都要 dead or alive 没问题 OK 所以总之后面加 瘦子后面加一个形容词 是可以的 好那不定词 我们早就已经处理掉 信用车也处理掉 那能不能加PP或者ing吗 当然可以 OK 一样照个例句给你看 假设我是修汽车的 你把你的汽车开过来给我修 然后你说 可是我很忙啊 这个Paul 你赶快把我的车修好 我30分钟内必须开往台南好了 所以 I want my car running in half an hour 这也是很OK的英文 这也是很OK的英文 我要我的车半小时内呈现运转的状态 so I want my car 受辞加ing后面当一个补语 行不行 当然没问题 OK 所以那你能不能说 我还是可以把不定词丢进去吧 I want my car to be running in half an hour That's fine too 可是我觉得他告诉你 不定词那个to be 其实可以升掉 没问题 OK 那更不要说最后的PP了 我们就直接拿里面例子来看都可以 I don't want it fixed 你看母语人士用了英文 能不能把to be再加进去 可以 I don't want it to be fixed 也可以 只是to be丢掉 也没问题的 I don't want it fixed 好所以希望这个讲的够完整 所以我们的这个受识补语 你用了原型动词 对不起 不是 你用了形容词 不定词 PP或者ing 都能够当成受识补语 这里唯一不行的就是原型动词 OK 所以如果你加个原型动词在这里的话 是不可以的 但是我们又要说了 英文 有时候它的文法就是不讲理 什么不讲理呢 有一种动词 后面加了受识之后 它的受识补语 是可以用原型动词的 那种动词叫做 有两种 叫做感官动词 跟实译动词 有兴趣 我们再来介绍 OK 但want不是实译动词 也不是感官动词 因此你不可以用原型动词 当成受识不语 要是文法不好的同学 我听我刚讲这一段 已经迷路掉了 要是你有在台湾受教育 文法一路学上来 你大概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我再讲一次 实译动词跟感官动词 可以在受识后面的受识补语 补语使用原型动词 可是偏偏want 并不是感官动词 也不是实译动词 因此 它不能用原型动词 当作受识补语 好 再讲了一次 OK 你说为什么碰你这个这么熟 我教了这么多年书 脑袋这个就是转得很顺 可以这样说了 你有没有必要把这个弄那么熟 我可以跟你说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你又不是我 你不用教书 你只要看了 吸收了 能够自己reproduce出来 不会错就好了 真的 他回来这里 所以他不想要那个楼梯被修好 所以他就一直没跟他朋友追这件事情 and never pursue it OK I don't want it fixed and never pursue it 为什么呢 他接下来就解释了 这是我的 靠腔的楼梯 It's my wanking chair 这个wanking的意思就是 靠腔的 智慧这样子 他就会 my 10 second early warning system 他是他的10秒的预警系统 如果他的partner 走下来的时候 他就会听到楼梯在响 赶快收起来 裤子穿起来 对不对 so my 10 second early warning system if my partner comes downstairs and I am midwank 所以要是我的partner 走下楼梯 而我靠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10秒的时间 好好的耗枕一下 把裤子穿起来 就不会被俩包了 OK 所以他不想要他被修好 这故事还蛮可爱的吧 来再读一次跟你听 OK My best mate is a joiner in my house I have a really creaky stair which he keeps promising to fix I don't want it fixed and never pursue it It's my wanking stair My 10 second early warning system Warning system If my partner comes downstairs and I am midwank 高地 All right 好 所以我们今天完整的讲完了 want的完整用法 希望你喜欢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